好 我們來看到一下國際消息了 以色列戰機22號呢 空襲約旦河西岸的哲寧難民營 造成了兩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多數人受傷 遭炸的地點呢 在難民營的那一處清真寺附近 難民營裡面的人說 空襲當時很多人都在睡覺當中 被炸的清真寺受損非常嚴重 地上滿是瓦力 那以色列說 他們的目標是藏在清真寺地底下的 巴勒斯坦民兵 以軍一直指控 哲寧難民是哈馬斯和巴勒斯坦 盛戰組織的重地 一直以來都是軍事行動的重要目標 以巴中途發生兩個禮拜了 那麼加薩南邊的拉法關口呢 在以色列的准許之下 於當地時間21號上午10點左右 終於開放了 20輛載著醫療用品和食物的卡車 從埃及進到了加薩 展開人道救援行動 詳細的狀況 我們連線給國際中心記者韓軍雷 是的主播 卡車一輛接一輛 載著醫療用品和食物 進到埃及通往加薩的拉法關口 拉法邊界200輛卡車 準備運送3000頓物資進入加薩走廊 苦苦等待多日後 在美國總統拜登和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要求下 以色列21號 同意讓20輛再有物資的卡車通關 不過對於200多萬的加薩人口 20卡車的物資根本不夠 如果20支援 如果20支援 2.100.000 20支援 他們正在保護 這不夠 第一批救援物資抵達加薩 不過其中不包括油料 因為以國擔心哈馬斯會用於製造武器和爆炸物 不過救援團體強調燃料對當地的重要性 除了發電機必須吃油 一些取水的機器也需要燃料 而醫院更因為無電 許多複雜而重要的手術被迫耽搁 而且關口因為遭到以色列空襲 沒多久後又關閉了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表示 這次砲擊已經造成 一名巴勒斯坦民防部人員身亡 還有四名人員受傷 各國紛紛施壓以色列 儘快恢復關口通行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有見難度的 有針對 我們正在研究中 有針對 有針對 等於有針對 一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